请这个吧 准备了有两个多月吧 因为在国考结束的时候去参加了 就是去想着去筛选一些企业 然后去投减例嘛 然后大概投了有 那个时候大概有800左右 然后 在往前推几年 他们可能 假如说专科毕业 他们不会选择去升本 然后有一个更高的学历 然后直接选择就业 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家都是奔着高学历走的 然后会导致 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但是现在 这个方向的话 就是大学生比较多了 学历高的者也很多 能力高的人也很多 但是岗位相对来说 就比较少 金镇就比较大 大学生比较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